今天上Carlton Hill 超過十年沒有來這裡 它叫Hill 其實也不算是遠足的 遠足的樓梯就到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走這條樓梯的時候 是冬天的時候 我貪玩就走上來看看冬天可以有多冷 然後整條路是結霜的 好像流冰一樣 這條路不是很斜的 但是因為地面很滑 所以感覺是要 拿著扶手很艱難才能走上去 下山的樓梯 比上樓梯更加艱難 因為一不小心一滑腳整個滾了下去 上一次冬天的時候 就有驚無險 現在的時間是6點14分 你見到還是天朗氣清 夏天的Ellenborough就有這個好處了 我今天上來拍這隻長頸鹿 誰知道它沒有了 本來是一隻長頸鹿應該伸出的位置 被人弄爛了拿去維修 在它身後面 就是National Monument National Monument是用來紀念 拿破崙戰爭時期陣亡的蘇格蘭士兵 你見到這個像什麼 像巴特龍神殿 但是它又像不足 你看它只有12條柱 巴特龍神殿 說的是40多條柱 這個想抄Pavillon的建築物 當時在Ellenborough政府 打算用眾籌形式 一邊興建一邊籌籤 1826年動工 但是就不夠錢 到後期沒有錢繼續做下去 由得它爛尾放在這裏 建了三年之後 就不再搞下去了 它這裏故意擺個展示板 告訴你這個National Monument 當初是想抄這個巴特龍神殿 它還給了Pavillon那張照片給你看 怕你不知道它爛尾起不完 它都幾誠實的 我覺得 爛尾的 本來想抄的 現實 理想 爛尾的建築 擺得夠久都可以成為景點 現在中國 這麼多城市這麼多爛尾樓 擺多幾十年之後 成為國家重點 旅遊景點 人類文化遺產 可以解決到問題 是嗎 在National Monument旁邊 就是Nelson Monument 這個Monument是紀念英國軍事家Horriott Nelson Horriott Nelson最出名的就是在拿破崙戰爭時期 帶領英國的艦隊擊敗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艦隊 Code Town Beer 為何帶它上來呢 話說這間是新的酒廠 但它的名字的來源頗有趣 它這隻牌子是Code Town Code Town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呢 原來是Cownton Hill的鞋陰 在歷史文物前面喝啤酒 人生一大樂事 這隻不錯 它的麥的香味很充足 它有一種很天然的麥的甜味 我平時喝啤酒 我就很不喜歡一些很假的甜味 或者味道好像借糖那種風格的甜味 我也不喜歡 我覺得這種甜味是自然的 是來自大麥背後的甜味來的 我覺得感覺不錯 還有是本地的酒廠 Cownton Hill是一個受歡迎的景點 因為它的地點漂亮 在火車站走上來 十分鐘左右就會走得到 所謂的山 走上來有容易 其實是走兩段樓梯就能夠上來 很快可以看到 整個Adenborough 城市的面貌 你何時可以回來 我真的在這裡數它幾條柱 一條 兩條 三條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然後後面那裏有 兩條 十二條柱 十二條柱 它改一改主題 改成為十二星座 聖鬥是聖始 其實都是這樣 都可以有希臘神話的風味